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Victoria 也是Victoria Chan 设计品牌的创始人和设计师 我觉得这一次的Event 让我直接就比较亲密一点 可以认识 就是那么多KOL influencers 能看到那些KOL 就是那么 粉丝那么多的KOL 见到他们跟他们聊天以后 我发现他们 可能每一个KOL 因为要给 因为要做更多的内容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风格 主要是一开始 那个KOL一定要 主要我们 就好看 然后喜欢 因为作为一个KOL 虽然他 以前没有穿过那种衣服 但是好的一点 是因为他们很 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他们是很open minded 这才是为什么他们会 能够叫一个KOL 我叫他influencer 因为他们要引导大家 其他人去尝试新的东西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四斤的Crafting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我想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设计师的工作 就是我们设计师要几个月的时间去设计一个系列 那那个Process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一开始要找灵感啊 要有一个 你要找材料啊 就是你要很多部分要完全 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Process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让他们自己作为设计师去花他们自己想要的使劲 还有一点我今天发现是他们一开始穿了自己的衣服进来的时候 然后再换了我们品牌的衣服 我觉得又改变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气质或者一个风格 但还是很好看 但是这次我觉得 让我感觉 Viral Access 是很professional 很专业一个KOL的platform 和怎么说一个agent 然后你作为一个品牌方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和很多的精力 因为一般我们可能都是不会直接对接 我们都是通过email或者微信啊这样去跟大家去联系 但是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会跟KOL直接去有一个就是create a relationship 我觉得什么都是要有一个relationship 可能不是每个influencer 但是influencer对接还是花时间的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 还有每个工作 就是工作要做他们的那个specialty like strength 然后我们品牌方 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好我们的衣服和品牌 然后Viral Access 去做好KOL的部分 然后如果能够一起这样去合作 就效果会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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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